中美关系统体上保持了稳定 同时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 我认为两国关系保持稳定并发展 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 同时也有利于促进世界的和平 稳定与发展 那么事实充分证明 中美合着两力斗着巨伤 合作是双方最好的选择 应该看到中美两国的利益 已经深度地交织 我认为一个冲突对抗的中美关系 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另外用冷战的旧思维 来处理全球化背景下的新问题 是肯定没有出路的 我认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 因此我们希望双方继续抓紧出伤 达成互利双赢的协议 获得成本质